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17日 星期六 這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的奇怪新聞 首先講講昨晚警方掃黃 拘捕了31人 揭發當中8人是泰籍的變性人 原來他們是向嫖客隱藏他們的男兒身 怎樣的一回事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商偏安就越來越多 據了解竟然有兩母子組成一個團隊來騙人錢 恐嚇人家 勒索人家 情況如何 一齊了解一下 另邊商也講講香港那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灣仔掃黃拘捕了8位變性人 女性假扮接客 隱瞞原本是男兒身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 警方港島總區刑事部 聯同灣仔警區 東區警區和機動部隊人員 在9月16日港島各區展開代號名為雷霆2022的執法行動 巡查多個罪案黑點 合共拘捕17男14女 說的是19歲至52歲 當中15人涉及賭博 16人涉及賣淫 其中警方在灣仔富士大廈放射素黃時 拘捕了8名泰籍變性人 揭發有人用女性打扮接客 向嫖客隱瞞原為男兒身 報道內文就提到 行動當中8男一女分別是26至36歲 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被捕 消息指 案中被捕人士都持有泰國護照入境 抵港約摩一個星期 百名被捕男子都是變性人 用女性打扮示人接客 向嫖客隱瞞原為男兒身 他們每次提供性服務過後 索價600至800不等 都是奇聞一則 八位被捕人士 一個星期前用泰國護照入境香港 然後提供性服務 不過八位都是變性人 沒有跟嫖客說他們是變性人 即是男兒身的情況 結果在素黃的情況下 拘捕了他們 估計事件仍在調查中 另一宗怪物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兩母子勒索黨專欠少女援交 甜言物語 欠影這個浴照 性交再勒索 報道的內文是 警方昨天抓了一對母子 其中32歲的兒子涉嫌透過社交平台作援交或投資詐騙 總涉款約40萬 當中更有未成年女子被甜言物語控騙 提供性感照片甚至性服務 之後騙徒威脅把照片放上網 藉此索價 將款項傳入他母親開納的戶口 警方屯門警區刑事總督察陳嘉誠就表示 今年8月下旬 捷獲一位17歲的女學生報案 指她在網上交友平台認識了一個男人 對方才會大賺少女容貌就很漂亮 其後聲稱會提供15萬元的報酬 要求少女向男子提供自拍性感照片和換交的性服務 少女受到誘惑之下自動提供照片和性服務過後 不但未有收到協議酬金 更加被男子以其他藉口騙了11000元 隨後男子更加恐嚇少女納索更多的金錢 如果不是就會將她的性感照片放上網 警方經過深入調查過後鎖定兩位疑犯 他們分別是32歲男子和63歲女子 據了解他們是母子關係 兒子是案件主腦 母親就提供戶口收取犯罪得益 調查過後他們都牽涉另外4宗 發生在去年11月至今年8月期間的案件 另外4宗案件中受害人是三女一男 分別是三宗同類換交騙案和一宗股市投資騙案 其中一個女生亦是14歲未成年的女學生 據了解事件中的男受害者是換交騙案受害人之一 騙徒假扮作援交少女向受害人呃清提供金錢才願意出來見面 不過受害人不斷迴款約摸20萬過後沒有回音才發覺受騙案 真是非常奇怪的新聞 說兩母子組成這個勒索黨 兒子出去騙人 媽媽開戶口收錢 而且不止一宗 一宗就誣你 幾宗都是這樣的 而且有一宗就牽涉一些投資騙案 事件的真相如何仍然有待調查 呼籲若然有些小女兒遇到這個情況 真的麻煩向信任的人說說 千萬不要啞人 另邊商亦說說有關餅店Costini倒閉的進展 根據HK01的報道 葉佳生麵粉蛋成本增加 10元菠蘿包 成本現在需要6元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表示 西餅市場依賴酒席和生日宴會餅卡帶來的收入 不過受到防疫措施規定人數上限影響 大型宴會也消聲匿跡 同時消費力疲弱 市民拿消費券後只會購買日用品 西餅店未能從中受惠 就說經濟不好時市民吃西餅都少了 宴會場所又沒有生意 自然沒有人買餅卡 除了收入下跌外 王家和認為Costini分店所在位置的租金較高 是其中致命的問題 加上其他日常開支 例如火月員工的薪金 以及製作西餅市的雞蛋 麵粉糖等原材料成本上漲至兩至三成 最終捱不住倒閉 他呼籲政府大都闊府放寬這個入境檢疫政策 否則整個經濟將會拱手送給新加坡 禍及本港各行各業 他認為網店賣西餅並非主流 Costini結業主要是因為經濟不景氣 和疫情影響 至於大量市民在網上申訴已經買了餅卡 王家和坦然目前經濟不景 餅店為了增加收入都會推出餅券 不過商戶隨時結業 因此他呼籲市民需要考慮風險 購買餅券之前需要三私 若收到餅券最好立即兌換 否則根據過往其他餅店結業 並申請破產的事例 消費者恐怕難以獲得賠償 就說怎能拿回呢 都是賠償業主先 輪都未輪到你 杜苗飲食專業學會徐文偉表示 最近三年餐飲業界艱苦經營 除了租金一直均和上升之外 亦受到俄羅斯及烏克蘭爆發戰爭 美國通脹及疫情打亂物流鏈 一共三個因素打擊 東歐產麵粉及美國蛋成本激增 利潤相對地減少 他用菠蘿包為例 現在買10元成本就需要6元 徐文偉又說過去面向基層的茶餐廳 在經濟下行期間 生意額有可能逆市上升 不過他指雖然政府在4月21日恢復晚上堂聖 但旗下金記冰室的生意額 仍然相比去年5月至8月低 更加錄得雙位數的跌幅 他亦呼籲政府盡快放寬防疫措施 就說長期再這樣下去 我想香港經濟會內出血 餐飲業會頂不住 衣術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不知道各位網友又怎看 自從疫情過後 大家是否少了外出吃飯 加上現在酒樓喊百人一台 基本上沒有宴會 在這個時間下 業界的情況一定相當之慘淡 在這個情況下 業界的情況一定相當之慘淡 加上未來10月1日派出最後一期的消費券 派出2、3千元就甚麼都沒有了 根據上次派出2千元的經驗 基本上拿來買日用品 柴米油鹽都未有錢去洗費 已經用完了 所以的精結就是派出金額不夠多 否則現在你再派 根本減不了 不能夠將那個消費力流入市場 當你派出150億也好 最後真正受惠的業界不多 我是曠星 我們下支影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支影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支影片 再見